骑士准备转弯 下一秒 小客车没有减速 直接正面撞上 骑士当场往后摔 整个人倒在地上 表情痛苦 翻滚了一圈 努力想爬起来 但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小客车驾驶赶紧停车 下车查看 21号晚间在花莲德安二街 骑士为了左转 提早左切到对象车道 和执行小客车相转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头那个车头已经在我这边 我就撞到他了 机车被撞后 车身碎裂 整个车头一半都不见 零件散落一地 警销获报后 帮他包扎 紧急送医 经检验双方都没有酒精浓度反应 且有合格驾驶执照 送医后 机车驾驶有多处擦伤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刘己娇 叶娜花莲报导